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别小看你自己 十九世纪末 美国一间教会的牧师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在前往教会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准备到教会上 主日学的小女孩 牧师就对她说 小朋友 等筹够了经费 我一会儿 我一定会盖一个 足够大的主日学教室 让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来上课 几周后 这位小女孩生了重病 不久后便离世了 小女孩的母亲 拿着一个又旧又破的 小钱包给牧师 这位妈妈这么说 这是小女孩的铺满 她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把 这小小的教堂 建的大一点 好让更多的小孩子 能上主日学 而钱包里面 而钱包里面共有五毫七分 原来过去这些日子 这个贫穷人家的小女孩 正为着教会认真的储蓄 在当时五毫七分 对一个穷苦人家的小女孩来说 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隔了一周 牧师带着这个破钱包 向会众讲述了 这个小女孩对教会 和对人无私的爱 并且鼓励大家一起同心努力 完成这个小女孩的愿望 几年后 因着许多人同心捐献 和基金会的运作 使得小女孩的五毫七分 很快地就达到了 可以买地的投旗馆 成功地买下了一块地 建立了一间 可以容纳三千三百人的教堂 亲爱的朋友 面对盖教堂庞大的经费需要 小女孩想的不是不可能 相伴地 她用她的五毫七分 和那纯真的奉献 写下了一段传奇的历史 人常常是怎样 面对问题时 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 我的能力问题 我能不能 我有能力吗 我的时间金钱资源都是有限的 我能做什么呢 圣经中有一段五饼二鱼的神迹记载 讲到有一次 耶稣带着门徒去旷野休息 而没想到众人听到消息后 就跟着他去 于是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神的道 当耶稣讲完的时候 已经接近太阳下山了 耶稣便要门徒们给众人吃 为他们预备食物 其中有门徒就说 这里只有一个小男孩 他带了五个饼两条鱼 但面对这么多人 我们不去买食物的话 就没有办法给这么多人来吃了 不够大家吃的 然而当门徒 把五个饼两条鱼 带到耶稣面前 耶稣将这仅有的五饼二鱼 祝福祷告 剥改 当天就喂饱了五千人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小女孩 愿意奉献自己微小的积蓄 来达成建造新教堂的梦想 而五饼二鱼的神迹 也是因着一个小男孩的奉献 她奉献出了她手中仅有的五饼二鱼 以至于喂饱了五千个人 德瑞莎兄女说 我们不需要为神做大事 而是要用大爱做小事 因为耶稣能够使我们的有限 变成无限 即使是最少的资源 人就可以带来最大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 别小看自己 也许你觉得自己拥有的是 那么的微不足道 那样的平板微小 但只要你愿意跨出一步 在上帝的手中 你的微小平板 都将成为伟大的不平板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